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呢 先带您来关注的是 台湾现在的总疫苗数量 已经超过890万剂了 光是今天下午就接连三个航班 载疫苗来 包含我们跟莫德纳AZ买的 还有日本第三度赠送台湾疫苗 陈时中跟苏贞昌都到机场迎接 日航播音787缓缓降落 这班JL809 载着日本第三度给台湾的暖心AZ疫苗 97万剂更比原定的2点多钟 提早1小时抵达 今天我们来这里也共同的建政 日本对台湾疫苗的捐赠 连衛福部长称施中 都特别取消例行疫情记者会行程 顶着艳阳在淘机机坪迎接 一来是感谢日本 二来是光7月15下午 就有三趟航班再疫苗过来 第二个假次由华航载运 3.08分降落中的CI834 里头再从曼谷来 我国自行跟AZ原厂订的疫苗 第二批56.07万剂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跟华航董事长谢士谦 到场跟同任致谢 疫苗非常不简单取得 也非常感谢过程 从签约购买运送检验到配送 都非常辛苦 很辛苦但对台湾人来说是甜蜜负担 第三假次载着莫德纳35万剂的华航CI5556 也在3.55分降落 光7月15这天 疫苗进账数就有188.11万剂 让台湾疫苗总数从5月百万不到 两个月后的今天有890万剂 今天是一个大补给 算是在上次美国送我们250万剂莫德纳 一次抵达之后来的很大量 值得提的是有两批都是我们自己买的 自购到货量真加上日本赠送 让台湾AZ存量好够 截至7月15傍晚5点 有757万人上疫苗预约系统登记 当中近340万人肯打AZ 在来三周内都有望接到通知 民众不挑疫苗 随覆盖率逐起的社区防疫网 才能更密更扎实 DVS经文中佳南宁志伟 张照华林润三区小组桃源报道 而台积电跟鸿海永龄基金会购买1000万剂的BNT疫苗 祝德代表谢志伟就爆料说 大陆最后一刻硬是拦阻 更贴出了德国议员文章 形容采购相关协议被大陆施压搞垂 1000万剂BNT疫苗终于谈妥 祝德代表谢志伟 脸书发文感谢疾管署 用君子刑部邮件破题 更加码爆料若不是强国 最后课硬是拦阻疫苗早在三月陆续到货 拉出德国议员背书 因为对方也说台湾获得疫苗绕了几个歪 就是因为相关协议被大陆施压而告吹 形容是看破手脚的闹剧 这延宕的代价是2300万元的健康 但另一头再有立委爆料 采购交涉花大把时间 还有这原因 确实也感受到行政院 对于一些政治敏感议题的考量 是比预期要来得多 这里说的政治考量 也就是鸿海和台积电两家公司法务 采购过程都用台湾ROC名称 但合约划压前 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却说 上海复兴发布的公告 使用台湾地区认为不妥 立委直言就让两边法务快炸锅 国家的利益要顾到 疫苗要买到 国家的利益包括国家的尊严 国家的地位 千万计BNT疫苗入手 台积电线上法说会 更有法律人表达感谢 董作刘德英直言 公司在台湾社区传播压不住 也会影响员工 因此有足够疫苗才有保护力 国外疫苗陆续来 国产进度再被关注 高端14号完成疫苗 EUA资料补件 食药署继续审查 接力疫苗类股 早盘返台 高端开盘半小时 重上涨停板 来到241元 外界预估7月底 以前能拿到EUA 紧急使用授权 这样看来上市开打 时间可能不远 听别新闻综合报道 那以前总统会见 台积电及永林基金会的时候 永林基金会执行长 刘又彤穿牛仔裤 引来前国策顾问 黄月碎的批评 而随后台北市议员 徐巧新声援 也被黄月碎呛 但到底总统府有没有规定 会见总统要穿正式服装呢 来看看过去的状况 6月18号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由幕僚刘又彤 陪同到总统府 就是这个穿牛仔裤的画面 让前国策顾问黄月碎 看了很不顺眼 公开点名 刘又彤仗势7人 尽管刘又彤火速道歉 辅方也强调不介意 黄月碎也大赞 刘又彤有勇者风范 但风波并未平息 14号傍晚黄月碎再po文 直至永林的员工们 蜂勇冲到脸书 塞爆了五千多封不堪的辱骂 这也让刘又彤 一改前一天的低姿态 发文要黄月碎 别胡乱指责 恳请他修正发文内容 好让事情告一段落 文莫也强调 不再针对此事回应 刘又彤私下也坦言 不想再管文章 到底改不改 认为这是一件无聊的事 不想多做回应 倒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许巧心替刘又彤爆不平 你想要找方式去批评他 但你找不到 所以才选择这种挑剔 服役最无聊透顶的方式 黄月碎牛仔酷说一出 台北市议员 许巧心底下留言 却引来黄月碎炮轰 果然是三八假贤惠 别人吃米粉 你喊什么烧啊 许巧心气得反击 但穿牛仔裤真的就是不正式吗 看看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的夫人也穿着牛仔裤 搭配高跟鞋出席公开场合 另外总统过去接见羽球选手 环保团体等 他们也非套装出席 而挑起战断的黄月碎 也被重启核电公投 发起人黄世修 挖出过去参选总统旧照 反酸到底是谁不得体 不过黄月虽不认自己有错 强调自己维护的是 代表台湾最高权力中心的威严 以及提升公民的素养 还说蔡英文也只是总统府的过客 一件牛仔裤各自表述 TVB新闻 廖广斌李怡婷 台北采访报道 新北市先前开放网络 预约施打疫苗 不过不少长辈都反映 不会用网络 对此新北市针对了 这些符合65岁以上资格的民众 开放免疫约 不用造册 也可以到各区接种站做施打 希望借此能够拉高接种率 终于达到疫苗松了一口气 新北先前虽然开放网络预约 但其实不少长辈碰到这问题 是登录不到吗还是怎么样 我不会登录了 小孩子又不算起来 疫苗网络预约系统或许方便 但饒人家不会操作也没用 更何况16号开始网络预约 就要改由中央统一的唐凤版 新北市15号紧急开放 只要年满65岁直接来马上打 但也有民众以为差几个月也可以 白跑一趟好失望 不过会这么急着打疫苗 或许也是因为这天出现了两一案例 并且还传染给其他朋友 另外不止这两个案 新北家庭市场也有两名移工 解隔离后自主管理期间转阳性 再加上社区筛检站的一例 新北预告16号最少会新增五个案 明天最少会有五个 不过大家安心 大部分的整个感染源 都是后续的居家隔离 以及后续的整个疫调框列 所筛检出来的结果 毕竟出现社区感染后 想完全清零难度很高 提升疫苗施打率才是上策 而这一消息今天台北市府 针对了环南市场热区 进行PCR的裁检 一共筛检了1675人 不过这当中新增三人阳性确诊 不过其中有一个是9案 只要一秒感应机器 验证后就能进入环南市场 红色代表没验证通过 16号起三天 环南市场跟北农将适用数位通行证通关 上头会显示姓名 跟7天内PCR阴性证明 后台则有接种疫苗记录 亮出绿色就能进场 这以后对我们市场 市场来讲出路也很安全 出路管制也很安全 来这桌子 先拿这桌子 但上周环南一二楼 还是有人裁检阳性 包含北农已经累积200多人确诊 担心有漏网之余 北市府15号针对华南热区再进行PCR 我相信今天应该是会归零啦 消费者的部分我们现在有在 在跟市场处有在拟定啦 拟定是否强制他有阴性证明 自己人要确保安全 也要防范病毒被带进来 因为市府公布的最新确诊足迹 一位永利市场摊贩案15396 长庚案15255去华南批货 15255确诊后 15396也被匡列疫调 7月12号确诊 永利市场也丰饰到15号 大概我们所有的确诊者去做研究 大概18%还找不到感染源 每天只有两个不明原因的感染源的 我们是不是就花很大力去追杀这两个 如果有办法把它彻底剿灭的话 也许是不是可以达到类似清零的效果 另外北市政府公布了确诊足迹 其中有一位在7月10号到12号 去逛内湖的好市多全联还有IKEA 市府说这个个案的父母早在5月就确诊 这次是因为去医院探视母亲才又被裁检确诊 也通知好市多跟IKEA停业一天 张天公告配合政府防疫消毒 15号停业一天 IKEA内湖店临时关门 因为有确诊者一连两天都来着 他去医院探视妈妈才被要求裁检 我们会比较担心 他在这个IKEA内湖店待的时间比较长 确诊者是按15424 生活足迹都在内湖 7月10号下午曾去好市多内湖店 接着就去IKEA 一待将近三小时 隔天傍晚再去IKEA取货 12号晚上则是去全联安康店 他的父母亲在5月份就已经确诊 那他曾经在5月16到5月29也被居家隔离 按15424的母亲5月确诊后人在医院 15424在7月13确诊后 市府疫调匡列4人 以致1人确诊 虽然15424在好市多只待20分钟 市府也通知停业 恐怕再加深好市多收银员心里的恐惧 因为他们说已经被造册接种 却打不到疫苗 每一家好市多有将近100多个员工 那他们其实是很紧张 如果说是好市多你们已经造册 那经济部你们动作太慢 好市多回应因为经济部只给350剂疫苗 各店都不够而且除了卖场地下街也很危险 台北地下街陈品两人确诊 包含陈品跟K区休业三天 并安排工作人员PCR 目前陈品干部快筛阴性 还在等PCR结果 通道的部分它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我们这个部分会完整的每一天都做好清销 该关就关台北疫情进入关键期 全台都在盯着看柯文哲的清零会不会实现 另外台北市长柯文哲投书媒体主动回应各界 对台北市疫调的争议 详细内容交给记者李苏恒 这次疫情 北市不断的被批评 说没有好好做疫调和匡列 现在台北市长柯文哲不准了 他干脆直接亲自的投书皮面媒体 当中很重要的是要澄清疫情在社区传播的阶段 北市府对确诊个案都有进行匡列接触 而且有完全详尽的疫调和足迹追踪 而且他强调说 其实他认为疫调意义在于真实性 而不是无止境的揭露 而且他说大规模群聚感染的时候 如果公布这个疫调 恐怕反而会造成社会的恐慌 简单来说就是北市府有做 只是没有不一定每一次都会全部的来公开 不过他这番言论就被北市议员尤淑惠说 柯文哲是自打脸吗 因为他在5月16号 也就是双北深三级警戒的隔一天 他说疫调是浪费力气 没有意义 他认为柯文哲讲了好多话 可是却不断的前后矛盾 不知道到底应该要相信哪一句 他说同意啊 大规模群聚和感染的时候呢 公布疫调可能有 他没有不太有必要 不过现在疫情已经降温了 北市的确诊数呢是有减少的 是不是就应该要重新回到公布足迹呢 那么也确实其实最近几天呢 北市也公布了部分的确诊者足迹 似乎呢也不想要再承担这样的骂名 这是我们的独家新闻来看 台北市日前不是才有分租套房 群聚感染事件吗 现在又有租屋族爆料说邻居确诊 虽然他们有直接接触 可是毕竟会使用同个公共空间 自己却因为不是房屋的所有人 所以难以获得讯息大探租屋族的安全没有保障 除了慌张之外我觉得很荒唐 就是这整个过程里面全部都是 我们很被动 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北漂族独自在外分租套房 邻居确诊却难得到相关讯息 售出简讯就连房东一开始自己都不确定 后来才说二楼邻居有人确诊已送医 申请全洞消毒 租屋族惊吓回应 里长应该通知一下吧 房东才说因为北市这块做很烂 要直接接触才会匡列追踪或隔离 其实就是有点没有地方可以躲的感觉 就是大家都是同一个门出入 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我不知道她的感染源 是不是还在这个大楼里面 这名A小姐租在文山区 分足套房一层楼就有四人 楼下邻居确诊 但因为她不是直接接触者 没被通知偏偏因为非房屋所有人 讯息都得等房东转传 房东又不住这 等于他们过了好几天才得知 像是这样子的扶手公共空间 住在这边的人都会接触到 但是有确诊者偏偏房客不会收到 就怕成为隐忧 尤其北市才发生新形态的分租套房群聚 事实上按照现在的疫调会被匡列 除非是直接接触或是共用厨房浴室等空间 但像是手扶梯电梯就不算在内 除了有健康服务中心将通知确诊个案本人以外 我们也将透过疫调的过程了解个案是否有 跟其他的房客共用厨房 资讯不对称也难怪租屋足大叹 难道只是想安心生活都难吗 说到了租房子 可能很多人都会大叹说 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 工作不稳定 房租都快缴不出来了 怎么办呢 来看美国其实有相关政策 再请作恒 让我们来看看 国内的三级警戒要延长到7月26号 那么势必很多人的经济上 也会持续的受到冲击 尤其是很多的租房族 因为他可能连日常的补贴 都没有办法缴得出来了 所以南角房租 可是现在其实国内是没有相关的纾困措施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国外是怎么做的呢 像是美国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他们有发实施一个禁止破签令 也就是禁止强迫人家搬签 当时同期有超过一半的房客 虽然是付不出房租的 不过因为这个颁布这样子的命令之后 至少可以避免被房东驱逐 那么随着疫情的趋缓 在6月30号的时候 这个破签令即将解除 可是有很多人他们的经济状况 还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所以有一些像是纽约 还有纽泽西等州 希望说可以把这个破签令 再继续的延长 可是其实也是一个两难 因为对房东来讲 他们是持续的损失了 所以有些人就认为说 一期情间租主难缴房租 但是应该是要提供房租的补助 而不是颁布像这样子的建议 那最后可能会造成是 房东和房客两败俱伤的状况 所以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知道 禁止破签令 它确实可能有一些效果 但是毕竟治标不治本 参考这样的案例 应该有些人就建议说 是要来发放这个住宅的纾困补助 独家再来看美军专机再度快闪台湾 这架飞机一早从冲绳加首纳基地起飞 上午九点半降落台北松山机场 整个过程非常短暂 飞机也没有载人 只有把一个交给AIT的人员的神秘包裹交出去 那么专机也只停了大便半小时就离开 美军行政专机降落空军松山基地 降落不久后 机上人员把行李转交由车辆运送离开 正在美军行政专机 15号一早从冲绳加首纳基地起飞 九点三十二分降落台北 据要解机上并无乘客 此行只当快递运送AIT处长的交接物 只待了半小时左右就快闪离台 据要解这也是近年来台美首次专人专机运送 外交包裹 外交部我们对此没有相关的说明 也没有进一步的评论 外交部不评论 AIT没回应 空军表示这架飞机的相关作业 不是由松山基地负责 我军并未和这架飞机有接触 如此低调难道是有什么秘密包裹要送吗 本身是军用民间也还是用维持着 这个相对来说行政专机的涂装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物品 或是有紧急文件的这样一个运输 应该不是有太多的这个 可让人想象的空间 专家分析只是单纯运送AIT交接所需物品 并不用过多解读 确实同一天三年任期结束的前AIT处长 丽英杰也正式离台 但美军专机罕见来台对岸自然不开心 任何外军飞机降落我领土都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 我们正告美方切勿玩火 立即停止冒险挑衅行径 不过双方互动频繁是不争事实 美国海军部长提名人更喊话保台 托罗在13号参院的任命听证会上表示 未来将会以所有可能的方式保卫台湾 并且要全面审视对台湾的国家承诺 在对岸文攻武嚇之下 这种种动作似乎也证明台美关系 又别遗忘